今天有同博團體支出 團統是兩家方式 是跟鞋子管理在稍微的人家裡面 無法自由活動 這生出來的鞋子也不健康 同博團體就提出一份報告 支出我們臺灣建立 緩讀人家養鞋子的這個制度 進度上班 現場有三黨派立委 來出品支持 兩家方塊在人家裡面 跟其他鞋子燒起來 同博團體支出 兩家 是在太空間 兩家不健康 生出來的機能也不健康 他們拿出一份報告 平比亞洲十七個國家 全行作為人家養鞋子的進度 萬分140分 紐西蘭以86分 得到頭名 臺灣只有拿到29分 是第六名 主要是差點費毒人家養鞋子的制度上班 我們完全沒有拿到任何分數的 第一個面向 就是在廢除氮基隆私精度上面 表現的是最差 也是跟前五名有最關鍵的差距 我們在近五年 其實是沒有突破性進展 這個突破性進展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已經到了 應該要提出完整的政策 友善飼養的轉型計畫的時間了 可是我們還是沒有等到 動物團體支出人家養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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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建過程當中 如果他是才友善生產的 這些淡機場的話 那是不是在他限制的部分 是可以去做一些改善 那去做一些那個變通 東部團體對農業部的會 營業的肯定 因為統體先結論的 轉型議員 記者會現場也有三黨派 立委出面支持 也說會對高雄民出發 透過時隆到用一定方式 讓他從小就瞭解 東部福利的重要性 記者 國民調水 台北報導